大午安秋香时间最先先看到TikTok执行长周寿兹 在当地时间2月3号是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来轮流接受议员的质询 因为拜登政府是认为母公司为中国的TikTok是存在资安疑虑 同时也担心在未来中国可以透过TikTok来大打资讯战 甚至这还会影响到儿童的身心健康 美国的两党议员当时是轮流来执行周寿兹 不过长达五个小时的严厉拷问中 每当周寿兹他要发言的时候 却不断地遭到议员打断 现在先来回看一段当时的画面 可你说是100%的确认 BiteDance or the CCP cannot use your company or its divisions to heed content to promote pro-CCP messages for an act of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长达五个多小时的严厉拷问 美国的两党议员他们是罕见的立场一致 连措辞都是更为严厉 纽约时报就认为这其实已经足够的显示 TikTok现在已经成为美国与中国争夺 政治技术还有经济主导地位的中心战场 这个听证大会竟然是变成一个批斗大会 也被CNN形容这简直是一个丑陋的政治剧场 不过面对多多逼人的抨击这些提问 反而这也显得首次踏进聚光灯的周寿兹 他是格外的冷静而且是具备耐心的 看到年仅40岁的周寿兹他是新加坡籍 在开场的时候其实他就强调了 TikTok和中国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且在中国也没有办法使用 但是每次他讲话就是频频的遭到议员打断 不停的质问周寿兹 TikTok是否是代表中国政府 对美国人来展开间谍行动 而且议员还命令他只可以回答是或否 那么尽管周寿兹他强调 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是不归中国政府所有或是控制 是不受中国影响的独立公司 是一个私人的企业 但是不论周寿兹他在会上是如何的说明解释 保证这个TikTok是不受中国的干涉 但是很明显的两党议员 都是不买账的接连对他逼问 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拜登政府日前甚至是要求字节跳动 得要出售在TikTok的股份 否则美国就要全面封杀TikTok 不过真的要全面封杀TikTok 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就从数据来看到 全美现在是有3.3亿多人 而TikTok的官方数据显示 其实在TikTok的活药用户就达到了1.5万人 如果1.5亿人 那么真的要禁止这么庞大的市场 绝对是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光是这个消息一出 在听证会前面可以看到就有很多的粉丝 这个粉丝 这个网红他们粉丝数量是达到百万 到国会来取牌抗议 因为这些网红他们认为TikTok已经成为他们发展失业的平台 是他们谋生的工具 那么如果要全面禁止 他们其实也等同是失业了 而除了网红 他们背后也有一票是大量的粉丝 也是一大因素 纽约大学的一个同学 他就认为TikTok上面是聚集了所有的年轻人 因此如果要全面禁止 Z世代绝对会有他们的方式来闹事 CN更是独家专访了 以TikTok作为平台的一个美国网红 他痛批拜登政府以及副总统贺锦丽 明明都曾经利用他的平台作为宣传美国政策的一个工具 但是现在却要禁止TikTok是冲击 而且剥夺美国人的升级机会 这简直就是虚伪 I've been invited by the White House to meet President Biden to chat with Vice President Harris and to use my platform to talk about the many strides that they've made in climate policies that arguably have created jobs that has fueled economic growth but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me that by taking a platform away from people that people rely on for their livelihoods that people rely on for income and opportunities it actually takes jobs away from people it actually hurts the economy so it is very hypocritical and it does not it kind of contradicts that that agenda right and that that those goals that they have to help American people out 尽管美国方面是不断的指控 TikTok存在隐忧 但是呢 其实到现在都没有确切的证据 可以证实这个说法 对此大陆外交部也在昨天的 记者会上是强调 美国政府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证据 来显示呢 TikTok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但是呢 却一再的对相关的企业 是做出了有罪的推定 因此是呼吁美方应该要停止 无力打压美国企业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并依法保护数据隐私与安全 从来没有 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 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 为中国政府采集 或提供 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 信息和情报 美国政府迄今 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证明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却一再对有关企业 做有罪推定和无力打压 美国政府是尽全力 想要全面的禁止TikTok 但是呢 面对庞大的用户 以及呢 现在逐渐出现的 这个反弹声浪 对拜登政府 他想要竞选下一届的总统 恐怕呢 多少也有影响的 因为现在恐怕要 全面禁止TikTok 在美国国内 已经引发了示威抗议潮 甚至是有人威胁 如果拜登是禁止了TikTok 全面禁止的话 就不会投票给拜登 TikTok红遍全球 却引发资安疑虑 美国政府要TikTok 完全脱离北京的母公司 否则会被彻底禁用 23号召开听证会 开启TikTok在美国的存亡之战 TikTok人气窜身飞快光 光是在美国的活跃用户 就达到1.5亿 全世界用户更突破10亿 所以让许多网红 靠着发影片大转特转 不过社群平台白白种 TikTok究竟如何脱颖而出 95秒的短影音 能让使用者在短时间内 接触大量且有趣的资讯 社群间发起的大型挑战 不只能引领风潮 还能抓住年轻人的眼球 不过美国政府开始担心 TikTok用户数据 会落入大陆政府的手中 甚至沦为政治宣传工具 要求母公司字节跳动 出售所有股份 听证会上TikTok执行长 亲上火线保证资安无疑虑 但未获得美国议员信任 大陆商务部则表示 由于涉及技术出口 出售股份必须经过中方认可 接着组合报道 美国在叙利亚的基地 被伊朗的无人机攻击 造成了一死六伤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展开报复 以精准空袭打击当地 亲伊朗的武装分子 目前已经造成了14个人死亡 而亲伊朗组织也继续再展开反击 对多个美军基地发射多枚火箭 又造成了一个美军受伤 美国出手报复了 在一架伊朗无人机攻击 美国在叙利亚基地 导致一死六伤之后 美国马上出手反击 据了解美军出动了 两架F-15战机对准 亲伊朗组织三个基地进行空袭 叙利亚的人权团体表示 美国的精准打击造成14名 支持伊朗的武装分子死亡 正在加拿大访问的拜登表示 美国并不特别寻求与伊朗的冲突 但是要保护国人安全 对于美国的报复 亲伊朗的武装分子也进行反击 对位于游场的美军基地发射多枚火箭 美国在叙利亚东北部部署了 约900名士兵作为打击 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的一部分 而伊朗支持的民兵 则是在整个叙利亚都有很强的存在感 如果要继续相互报复 那有可能没完没了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加拿大 与此同时巴西的总统要访问大陆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 也将跟欧盟的职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一起到北京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沃泰华 牺涉加拿大打造安全可靠的北美供应链 两国点名大陆威胁 与其中一部分 更加上伤认认为中国 没有疑问为何我们现在 我们转向一样 现在 建立了一个美国的美国 西土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美国有八成仰赖大陆进口 而为了摆脱对大陆的依赖 美加积极联手提升开采技术 然而同样作为美国邻居 墨西哥最近却频频与美国杠上 至于南美洲巴西不同于前总统 波索纳洛 与美中关系不冷不热 现任巴西总统鲁拉 不止美国想拉拢 鲁拉也即将访问大陆 只不过他原定25号启程 26号抵达大陆 却因为诊断出有轻度肺炎 处罚日期将延后一天 而不光是巴西总统 法国总统马克宏 也预计4月初造访北京 将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马克宏也表示欧盟职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也将与马克宏一道前往大陆 打算与北京一同说服莫斯科 终结对乌克兰超过一年的侵略 然而由于中美关系持续紧张 根据蓬勃报道 美方估计 在蔡英文总统4月过境美国之前 拜习双方不会进行通话 记得雷雷和综合报道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希望大家爱用咯